我在蘇格蘭讀書 在畢業那一年 拿到一個考官資格 以我所知 在亞洲的亞洲人裡面 就只有我一個有這個資格 我是吹風笛的Chris 風笛的英文名叫backpipe back就是我現在的氣袋 它最大的獨特之處就是 一次過四支管同時發聲 風笛給我的聲音就很強勁 還有有一種縮嚴起勁的感覺 因為它一向就好像全場靜了 我是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開始學的 後來我買了一隻海外的風笛手的風笛歌曲 然後我聽完之後很喜歡 然後就聯絡了這位在加拿大的風笛手 他又肯視像教我 我又跟他學了兩年左右 然後他又問我 如果他給我一份工作 我全職吹風笛 會不會有興趣去加拿大那裡 真正面對面跟他學 還有做那份工作 還有玩他的樂隊 那時候就有了反應 去完加拿大回到香港 都教了幾年風笛 然後教到有些學生 是差不多我的level 我教不了他了 我又覺得我要盡修 所以我就再報讀一些蘇格蘭的課程 我在蘇格蘭讀書那四年 主要就是讀個Degree Course 但其實我其中一個目標給自己 就是想在回來香港之前 就得到那個考官資格 做考官就需要你考了他的系統裡面 最高的level要有good pass才行的 然後之後你就有了成績之後 就apply 他的機構裡面那個委員會就開會 然後覺得因為這個人適合 他就讓你上訓練 上訓練之後 我又成為了這個考官 由我開始apply到上訓練 就大約大半年了 其實我想有考官的資格 其實我不是想用來考人 讓人知道我是很認識這個sillibus 希望我是搞得好 其實我在蘇格蘭讀書的 特別是第二年的時候 我是練到差不多勞選了 就是特別是右手 我是簡直是不受控的 好像感覺不到那樣 算是最嚴重的時候 我是被自己透了一個多月的 然後之後就慢慢 像初學者一樣 由頭學起 因為我很喜歡風笛 所以就算好像很高的時候 跌下去的時候 由頭開始過 我都不想放棄 風笛就根本是我的人生 因為如果我沒有風笛 我也不會去到那麼多地方 風笛絕對是幫我開拓我的眼界 就是如果我沒有風笛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我不想找到那個人生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緣 風笛 我愛你 我愛你 風笛 我愛你 你你 運bo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